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 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 是 是吧 因为他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跟陈奇拉的时候三不零 直接拿架 王浩完全自领先的时候就稍微走了一些事 最后还差一点 这个第四局要是 这个是截然不同的性格 像王浩呢有时候人 大家在这个现在国际比赛当中 队内的比赛里面 方面就会显着 是吧 就会松下来了 三平 在哪个环节 我觉得就是说 他最主要他能够形成 是吧 对反手 像形成这样的这个局面 反手的局面 王浩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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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他打的拼得过去 无畏事物显得特别多 在张继克的攻防上 特别是防守上 要高于王浩 是 如果说单打中的就对 没准马龙拿了 不是别人也打不了 是别人打不了 完了其他人总是输给他 那是不是就作为你这个位置 也希望能够平衡一些 你拿一个他 这样大家心情都很愉快 这个呢不是根据个人 张一宁啊 这统治的这种时代 在男子项目里边 拿两次也没有 是 好球 如果前三板啊 别的变化中太多的时候 往往张继克好要强一些 这个王浩跟张继克呢 在张继克小的时候 王浩那会在鲁城 打俱乐部的时候 他们就经常在一起 其实水平还是伯仲之间 只不过在单独的这种对抗里边 张继克对王浩 他显得特别时 看王浩这个地方就 脸王浩的 哎呦 王浩的运气不错 看来第三个 要不用正手摆到继克的 反手可能比较好一点 像这样的反手拉了 所以偷了一个长球 这球是王浩没准备 判断失误了 一平 哎呀 王浩说这个球撤身就好了 没撤身 内心真够硬的 这擦都没擦死的 十三平 死了 然后再拉 保球 当时他发力 保球 这个质量最高的一局球 两个人看来 再偷他长球 不敢了 改短 防过去了 哎呦 这个时候处理的很好 正手去拉的 如果拉反手就会被王浩算到 哦 在侧 他能够顶住 王浩机会 又转了 哎呦 哎呦 打到九平以后 王浩四个运气 不会擦我 我讲你还是评论一下 直到最后 但是就是说 第一局输完之后 看张继柯 怎么能够迅速调整状态 和这个心理的波动 我觉得第一局 王浩赢完之后 会把比赛推向一个高潮 这样呢 就会 这样好 而且 最可贵的是 两个 奥运会 这个 关亚军的运动员 能够在 所以刺激的他们 也会 全力地发挥自己 我觉得最主要 还是 自己的水平 来回报大家 更多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 球迷在他们先后的力 他们两个 是 受众人群 我感觉 现在不相上下 所以他们两个 在比赛的时候 同时也是 为自己的粉丝球迷 在比赛一样 后面都是有 还是对球迷之间 它都是一个 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他们也不会让他们失望 所以他们非常努力 没错 很珍惜 好球 你最快的速度 拿到这个 参赛 单打的资格 对 还是考虑 其他的年轻选手 那要看他们的表现 只是修士讲 因为 今天看到目前为止 还是非常感动 两个队员 能够找到 比赛的这种感觉 战斗力 真正的比赛 还是在巴黎 是 尽量简化比赛 你看 他戳一下 你立刻犯错误的时候 一击一躁的时候 他才有机会 你看他就是靠住 4比6 压力 就有效果能得分 好球 你看 我反锁也不差 两个人在最小心 就会被甩开 他不是说一个节奏往前 是 他俩的反手 都是世界最强的反手 你来看 这会儿你稍微一缓 他又 又可以这种 再给你加速度 好球 张继哥这会儿 还是要静起来 能够多坚持一下 体肤自由 也不行 加油 好球 你看 很好 你看 现在打成八平 这个球关系 形成正手 形成正手的 王浩就会下风了 因为桑继哥的 正手的跑位 比王浩要大 在前两局 打成了一平 国梁这个第二局啊 我想到今天的王浩 这个扎垮 他只有要 因为张继哥一旦打好的话 他可以把王浩给冲垮 没错 不过今天能看出来 特别是张继哥 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 就是我非要拿到 这个参赛资格 我非要拿下 这场比赛的 这样一种竞动 你看前面第一局 四个插网都没把它打垮 要换哪个消极信号 来看双方第三局 好球 要求 对 找到了这种战斗状态 如果投入专注 这个在球上 让他对王浩来说 就已经衰败犹荣了 是 您转播 直通巴黎 第5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中国乒乓球难队的选拔赛 在镇江的这次比赛当中 刘良葵这个 已经定着这个 那不会 他们也是靠层层选拔 能够上来的 所以这九个人的排护 我觉得他们都有能力 去代表中国队参赛 第一次呢就是王选 王选呢是人气最高的 直通费中的选拔赛 那么中国难队在18是选10 选10进入到 还有一次附加赛 就是四选二的四位选手 年轻选手当中有两位选手 分别是延安和樊振东 获得了自己老中青 最强的这九位选手 来进行攻击选拔赛 有点逗张继科 在进台的时候拼命发力 这样走断了 说你过于搏杀 你输得更快 你不搏得 是破了 对 张继科是有意识的 是吧 不进去 你看他拼命往后 以赛瞬间的时候 球一刹往一刹边弹跳 他都需要这个战胜第四局的比赛的话 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吧 哪方面调整 我觉得一个就是 摆住中间正手短 在司机 这个位置 在司机形成 反而用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反过来打 好球 更难调节一些 将是他最大的一块 是这样 因为他这个爆发力太好了 中间正手点 有明显效果 对 需要有特别高深莫测的一些 好球 好球 你看就这个刹往 从牌子外边这种去救的 王浩反应也很快 已经防的 你看王浩是5比2点千 好球 从变化上 从节奏上 优势就差了 哎呦 这球你看他是 加摩擦 然后加手腕 手腕的力量 他追成了5平 你看他都会下风 对了 好的 对 对 对手就高兴了 其实他的手臂很短 他在进台他会快 但是粗壮 对 7平 过他 这可能要薄了 过场 好球 张几哥这球撤的时候没有拉出质量来 有点面死角了 运气又一个 找起来 房子去有点点 王浩拿下了第四局 1比9战胜了 比以前更加有经验一些 能够到2比2 拿到决胜局 我觉得还是不辜负大家 对他们两个 我觉得也挺好 反正看到2比2 对所有人来说 我们内部的选拔赛 能够打成这样 再看看在决胜局里面 是张几哥更能够强势 能够突破 还是 教练刘国良 给您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一起来进入第五局 好球 张几哥在撤 在斗气 就是连续反手的这种施压 你看 调动了 这种大熬的这种血性 我想王浩还是要从 技巧上面 是吧 对 清零上面 很容易受伤 对 对 巴黎市平赛 男子单打的参赛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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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这个个人上来说 他已经发挥得非常好 是 控制不了场上 张几哥的这种强势发挥 加油 这些体现的张几哥 你 残不住他的时候 就难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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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败 王浩要赢他的时候 非常艰难 这赢一局 你看要打得非常好 在场上无数个变化才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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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箭二就已经打封了 拉开比分 之后确实 他从实力上能力上 他打不过张继克 来了有六千多观众 这样张继克十比四 三比二 战胜了王浩 获得了第二章 参加巴黎视频赛 男子单打参赛 朱德拿到了这个门票 也是可以说 凭着自己的这个实力和能力 打出来的